农历春节将近 马公分局为确保辖内金融支构安全 积极防止金融机构遭抢案件发生 提升分局快速反应应变能力 及金融机构自我防卫能力 这次演练是由远景夹扮歹徒 模拟持枪进入台湾土地银行 澎湖分航行抢后 驾车往马公市第三渔港方向逃逸 此时躲在办公桌下的航员 寂静按下紧急通报纽 双手举够 双手举够 人站出来 再左上来 年关将见为确保辖内金融机构安全 提升分分局快速反应应变能力及金融机构 自我防卫能力 原结合金融机业者实施金融防卫 拦截维护研链及攻坚维护等实施研链 借此强化金融机构行员警觉性 及熟悉通报SOP程序 马公分局分局长何明祥指出 维护治安各项任务的执行成功与否 对待平时警力准备训练的良语 警察局因应各种治安状况 办理机动警力检测 及本次的金融防抢拦截攻坚维护 不大规模实施研链 在在都是在建置警力的机动性 以应应现金多变的治安状况 确保辖区民众过个好年 记者陈荣誉报导